他干啥的 妈 他可厉害了我的妈 他是干物业的 厉害了我的姐夫哥 什么也一个干物业的你就是干物业的你 哎呀妈 看这俩 身家过百万的装修公司小老板 我给他管上 数学 物理 化学 三个中学老师压死你 哎 三个4S店老板 三个快餐店老板 带上两个小老板 飞机 哎呀我的 税务局 工商局 文化局 教育局 四个副处置的公务员 炸弹 就说你就能炸死我了 看着 哎 外企公司的老板 看到没有 大猫 博士后 小猫 火箭 你们这俩孩子啊 是给你小妹找对象的你 还是给这斗地组呢 就是 你说你们跟这瞎操啥呀 我自个的事不用你们管 哎哎哎 你回来 这让你去哪我也把你追回来 哎哎哎哎 这还去人不你说 您别着急 让他去吧 啊 咱们今天呀 就是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先炸他一下 让他警醒 然后呢 说不定 他这个小心情啊 就有波了 对吧 不对不对不对 我觉得呀妈 小米粒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说这孩子也不跟咱说呀 小米粒 改个卫生间 你们家厨房也是这么敞的啊 我家可以把客厅改个厨房 那你们家这个客厅 我可以把客厅改个客厅 你们家还哪有客厅了 都让你改的机会啊 赶紧赶紧赶紧走啊 我们不换啊 以后这事别忘我们家里了 小先生你别激动 你是不是觉得 我那个房子里面 发生过什么事啊 要没发生过什么事 谁能干这个事啊 昏栏四百平别墅不住 跑我们这来啊 我呀实话跟你说吧 这个地方原来是铸造厂 对啊 我当年就是在这工作 我一干三十年呢 你也是铸造厂的 二车间啊 他家这个位置 就是当年铸造厂二车间 所以我要跟他换房子 原来换房是为了情怀呀 哎呀 我现在呀 一闭眼睛啊 那就是刚发飞溅的美丽画面 那你这个眼睛就刚发丝坏了 什么意思啊 铸造厂二车间是我们家这个位置 你等会儿范爷爷 不在掏地狗的啊 掏什么地狗 小美丽 嗯 你知道当初我跟你妈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买房子吗 嗯 这也是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 这里边也有我的情怀 爸你不是宣传对的吗 我是宣传对的 但是我体验生活 我就工作在铸造厂二车间 我说看你这么面熟吗 你是那大老李 你拉倒吧 那大老李是翻跟头的 十年前把腿翻翻了 连人都带走了 我姓范 说相声的小范 现在成老范了 这么巧啊 原来你俩是公友啊 没错啊 我有点想起来你是谁了 我谁啊 你那个姓就跟别人不一样 全国也没有几个 他姓 姓� 他叫鞠 什么句号 句号是演小品 那个臭小子 他大名叫鞠 鞠什么节 他叫鞠 他叫鞠 什么句号 句号是演小品 那个臭小子 他大名叫鞠 鞠什么节 鞠什么节 鞠两个节 还活得了吗 不是 鞠兆节 对对 鞠兆节 你看这一笑想起来 看这俩虎牙 这牙长得里出外劲的 哈哈哈 哎呀 年轻时候 帮我帮 你办年轻时候可没变化 到现在啊 二十岁就秃顶 哈哈 鞠兆就没多少 哈哈 我那个时候 我就在车间里 我辅导那些文化骨验演节目 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最有名的明星是谁不 谁啊 谁啊 朱别林 我知道啊我也知道 他演朱别林 比朱别林还像朱别林 那时候全场的所有的女志工 大姑娘小媳妇一见她 哇 把她追的跟星星似的 好恨不及当年有 老公家 你去 你今天就在这儿 来个情景赛线 让他们也一睹你当年的风采 对 来一个来一个 来一个来一个 朱熊 你演这个是不是得需要礼貌啊 小拐棍啊啥的 不是你也知道什么礼貌拐棍啊 我当然知道了 我不是搞直播吗 我们那有模仿折别林的 这不我道具都齐的 来一个 我告诉你 你这个要不演 我告诉你这房子不换 你赶紧去 你赶紧去 我告诉你 看过这对您的电影呢 我看过 看过啥 这掌那转 这朱熊林 那是大师啊 国际上有名 他当时在我们场 他演作品最棒 大伙期待不 期待不 期待 我把这张彩票给王叔送去了 就说王叔种了块香皂 恭喜他 哎哎哎 干啥呀 干啥呀 你干啥呀 怎么这啦 我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 我后半辈子 我睡觉我都睡不着 睡不着 叫吧 什么呀 你有五百万呢 你买多少安眠要睡去呗 你那五百万买 安眠要吃啊 那我还能醒得了吗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不愿意做这个坏人 你这样 你把他交给我 干啥 你就说让我去买的 不行 你也不行 我跟王叔说 王叔就是肥皂 还就是五百万 就得把这张给人家王叔 没那么干 哎呦呀 今天嫁的印挺全我呀 哎呀 谭谭姐夫 王叔啊 我让你帮我买这张彩票 你买了 啊是 买了 在哪 中奖了吗 够了 够了 中什么了 恭喜你 一块肥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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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哎呀 你这个手气真好 我买了两年多 今天中的是最大一个奖的 哎呀 哎呀 手气真好 谢谢 这个王叔啊 你是这样啊 你现在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让心脏跳动的慢一点 哎呀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说 这张彩票啊 这张肥皂不是你的 你中的是这张彩票 什么都没有 这张是张大张 五百万 多少 五百万 多少 五百万 五百万 谢谢你,我珍重了五百万 哎呀,谢谢 你啊,就这么有孙凤实在 孙凤,我跟你说,这个价里 我最喜欢的孙凤王,你正说实话 你就是重香道的 你拉脑吧 你看你撞进去 别人不相信,你还不相信我呀 珍重五百万了 好,我珍重了五百万了 大伙作证,我招了五百万,我也给你 哎,咱们破除脸 行了,行了,别拿我穷开信了 王叔,王叔,那彩票呢 你仔细看着啊,我给你念啊,王叔 中国福利彩票 FC杠1232332 中奖奖金五百万 你看一下 哎呀,王叔,王叔 王叔,王叔 行的,王叔 王叔,王叔 哎呀,妈,快起来,快起来 哎呀,妈,我占中了五百万 呀,王啊,你激动啥呀 你不说这五百万给我了吗 哎呀,王叔,王叔 你们就捏下了他了 哎呀,czy啊 哎呀,哎呀,啊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um呀,啊,哎呀, alert 野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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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地 叔,叔,你减过钱 那个五百万得多大一点 五百万 一百万一张都五张了 你上神呢 咱都没见过五百万吗 老鼻子了 五百万哪 可惜不是我的 什么回事 楼山老流头 配角不好 叫我给他买 完了我又找这杠子给他买的 你说人家在家躺着都中呛 他在家躺着中呛 这个老头皮 我明天一早就送给他 什么明天一早 现在就给人送去 你拉倒不 今天愚人节 你送下他心呢 我拿回点暖和暖和 我给你开条缝 你把这手机的灯给我打开 待会我得看 快点别出来 大哥我给你开 小拉屎了大哥 给我 我都说了我不是小偷啊 我跟你说啊 你别乱晃荡 我得找个绳把这个箱子捆上 要不然它出来了 你别着急 别动啊 亏了把灯开开了 这也没绳子呀 我到里屋找着 别动啊 人呢 妈憋死我了 幸亏我爹 教我一独门绝技 从里边开锁 人哪儿去了这这儿 哎来了 哎哪儿也别跑啊 咱们呀牢牢 开了 人呢 你给我坚持吧你 我开开 哎呀 开门 哎呀小样的 我是开锁的 你还想锁着我呀 啊 摆着你面前 只有一条路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把手机给我 我就让你出来 你让我出来 我就给你手机 你把手机给我 我就让你出来 你让我出来 我就给你手机 你出来给我手机 好 我怎么说过他呀我 行 行 那个你你你听着啊 我把门打开 我开条缝 你把手机递给我 对对对对 就像刚才我那样 来来来 哎好 我开了啊 哎 这 来来 李李帆手机给我 你手得伸进来 来你拿 大哥 大哥 轻点 轻点 黏了 화的人 тут 别动 哎不是 困起来 困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来了 快救我啊 哪儿呢 在这儿呢 王小菜快来啊 在这儿呢 哪儿呢 救我 快来哪 站住 我 打错了 我是你小姨妹 我打的就是我小姨姨 别打了 我 这小姨姨爷 想偷看 看不着我去可以的啊 在这儿呢 都是个物业 行了我做饭去了 我去吧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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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我了个去 我去什么我去 我不会 我就吃了你光说不干 我大姐夫这回可真是让我刮木箱 肃燃起 肃燃起啊 我说 一个吃大葱都舍不得蘸酱的人 今天居然买酱 一个两块钱 都舍不得坐公交车的人 今天居然打地回来了 受不了 这 其实啊 我不想他给我买这么贵的裙子 可我跟他说呀 他就是不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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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上这么说 心里美着呢 这真没意思啊 你这人 大姐 你这裙子 确定是我大姐夫 在商场给你买的吗 是啊 啊 钱师傅 和我大姐聊着 我看大姐夫做什么好吃的了 嗨 你 大姐夫 问你个事啊 说 我大姐妹衣服是你说商场买的 啊 对啊 咱们对面商城买的 花多少钱呢 两千 嗯 我都知道马不过你 我跟你说啊 原价两千 人家商城打折 最后砍到一千八 你大姐夫让跟你说 这不是怕妹夫看不起咱们吗 你再想想花多少钱买呗 一千七百五 再使劲想想花多少钱买呗 一千七百二十五 大姐夫 我大姐好骗 我可不好骗 我曾经卖过服装知道吗 一看那衣服就不是两千块钱的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是两千 是一千七百二十五 二十五还差不多吧 啥二十五 二十五的扣子你都买不了 二十五 大姐夫 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啊 我大姐多实惠啊 你跟他说啥他就信啥 那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 你怎么还骗的是牌子呢 你说都慢一出去跟人闲呗去 到时候让你识破了多磕疹呢 啥地摊货呀 这商城买的 怎么地摊货呢 你这啥子 嘿 以前挺实在 你现在咋的啦 我咋了我呀 没没没没没没 怎么 怎么了这是啊 二米粒啊 今天是大姐夫和大姐的结婚祭日 什么祭日 纪念日 纪念日 没没 哎呀 说错了不行了 纪念日 大姐的日子干嘛呀 这又怎么了 二米 没事 没事 大姐夫 自己先聊点数啊 走大姐 不是 二米粒你等会 干嘛呀 你大姐夫就不能揉沙子 你啥意思啊 啥玩耍意思 赵刚子呀 你想说啥你说 我本来不想在我大姐面前揭穿你 还来劲儿了给你留点脸 咋的了 这是 那是有道理 你这衣服有问题 地摊货 这衣服地摊货 你开啥玩笑的 地摊 这要是地摊货 你那也是地摊货 哎哎哎 怎么说话呢你 我什么身份呢 我买地摊货我 我说商场买的两千块钱 一分都没少 再说 搞活动商场 一千八 一分都没少 看着我说 一千七百五 怎么着 看着我眼睛说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 一千七百二十五 再讲人就不降了 后来送了我两双袜子 哎哎哎哎 等会儿 咋回事儿 咋送你袜子 咋没送我袜子呢 那你得谈呢 你得会谈呢 我叱咤 山海这么多年 两双袜子我搞不定 我还叫大姐家呀 那不行 我得找他要袜子 掐我两双袜子 我得要个裤头呢 你也咋子 行了别去了 哪有回头找 你也不客气 不是要东西 得证明咱这是商城买的 姐 你让他去 让他去 我看人商场里边人搭理他们 压根就不在那买的 裤头吧 来来来来 喝吧 谢谢我 哎呀谢谢大姐 干啥 没放盐呢 啊对了 家里没盐了 那顺风买盐去了 不是前顺风上哪儿买盐去了 他是买盐还给我生盐去了 他肯定要偷偷出去喝酒去了 那不能 他要喝酒还敢回家吗 那倒是 你不得劈死他 我回来了 你上哪里买盐去了 啊老远老远的 去了好远很远的地方 要喝酒去了 对 喝酒了怎么着 哎你还敢喝酒是吧 哎别给我起来 别给我装死 哎你起来 大姐 他以前他不敢这样的 现在喝酒这样敢跟我这样的 对 你说他是不是不害我了 哎呀行 快快快 给你再多急啊 小伯伯你问问他呀 他都喝那死样 我咋问呢 趁他喝酒 你问问他酒后堵尽盐吗 小胖子 你挺尖密的 钱总啊 你最爱的女人 是阿米利尔波 这个问题问的很尖锐 哎 哎 你干啥呀 多行 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 别别人电视剧里是凉水 你这热水 他不怕开水 他下雨了 收衣服啊 收什么衣服 那个钱总 我问你 你最爱的女人是阿米利尔波 对 就是我们家阿米利尔 嗯 那他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 他不是个人 啥 他就是个仙女 新女 他就是月亮上的嫦娥 嫦娥呀 那我问你 大米利尔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 大米利尔 你认识大米利尔啊 大米利尔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嫦娥身边的兔子 哈哈哈 笑什么笑 你这个嫦娥 你看把你这兔子养的怎么那么肥 哈哈 是谁兔子呢 你看你长得像个二师兄似的 哎呀 大米利尔你这么幸福 二师兄怎么的了 二师兄就是爱嫦娥 是不 哎呦 不远 你离我远点 啊 只有我们家亲爱的阿米利尔才能跟我那么亲近 听说你们家阿米利尔特别爱花钱 还特别败家 你喜欢她什么呀 女人不败家 男人挣钱给谁花 那她还不爱大胡啊 干什么活 嫦娥要是干活的话 那只肥兔子干什么 我们家阿米利尔就负责貌美如花 我们家大姐呢就负责勤俭吃家 听见了吗大姐 嗯 原来我在她心目中还真不是个人 我就是个神啊 哈哈哈哈 你对不起的人 还还多着呢 别哭别哭啊 那些都是小事儿 没事儿啊 别哭 大姐姐 这还叫小事儿呢 这有多大事儿啊 你 你所谓了 都是我干的 哈哈哈哈哈哈 啥 哈哈哈哈 啥 啥 我们就是逢场做戏吗 你 逼着我们家赵刚子跟你求婚 我连赵刚子都没放过 啊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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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就逼着我们家赵刚子呀 跟你求婚呢 然后我就当你妈 然后我含着眼泪 亲手把赵刚子交到你手里的 阿爸 还有呢 你让我爸当司仪呀 哎呀 我当她童 哎呀 我当伴娘 哎呀呀 基本上算是圆满了 可以和我敬你酒吗 就属你心大 我都喝那样了 你还敬我酒呢 小黄妹妹啊 当时我要不敬你酒 你就给我大姐夫 直接入洞黄了 嗯 啊 当时你我灵机一动 我就想 啊 干了这杯把你撂倒拉倒啊 我没脸太见你们了 啊 我要搬出这个小区 啥呀 带着我的夫妻 她离开北方 慢走 那个是不是顺丰哥 给你下楼买的完了 陪你一块吃的 哈 啊 他 我刚才把你问问他 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过吗 他知道早上还想啥样 什么 啥意思啊 这 我有钱 这啥意思啊 啥 啥 啥妈情况啊 啥什么病 没事没事 那我我再问你啊 阿米lio 嗯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前顺丰 给你买药 玩了一口一口 为你吃的呀 没用啊 那你是咋度过的呀 挺过来的 那个小孩 我感觉 要不咱还是先走吧 你等会儿 我要做一个的陪伴 阿米亮 在你忧伤难过 最痛苦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办的 别提了 只能找我的父母 倾诉倾诉呗 你不找他倾诉吗 就他给我惹的 我上哪条巴去 那他不陪你喝酒吗 酒都让他喝了 一喝喝半许 我一酥酥 一定走我嫂子的 方小丝 谁说粉 淡定啊 淡定 我感觉这里边 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那个 还是让风哥解释解释吧 小黄啊 你好好说话 小黄啊 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他还走了呢 回来 钱顺峰 我就说这个忙不让你帮 不让你帮 挺好的事儿 跟我搬洗碎衣服啊 你这样 你要管 又在这儿啊 兄弟